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在今天这个视频里呢,我给大家讲解一下响应式的网页设计 所谓响应式的网页设计呢,就要个人而言 就是通过一次编码就能够保证咱们的网页能够运行在各种设备上 并根据各种设备的硬件屏幕的大小来自动调整 毕竟现在来说呢,27寸大型显示器和小型的iPhone手机呢 在显示同样内容上是有一定区别的 那么今天在这个例子里,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响应式设计的编码 让大家有一个感情的认识,因为现在市面上硬件的这个品种呢 非常的繁多,显示器的大小也是各不相同 那么我们要为每一种显示屏幕都开发一个单独网站的话 是相当费之费力的,那么就需要我们呢 为各种设备的屏幕大小来定义规范 让浏览器呢,能够根据我们定义的规范自动切换网页的显示模式 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复杂,其实呢 BuddleStrap已经给我们定义好了这个规范,我们拿来用就可以了 我们首先看一下BuddleStrap是怎么给我们定义的这个规范 好,咱们来到官方网站,先点击上面的CSS menu 然后再点击旁边的Grid System OK,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官方对于网格系统的描述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阅读一下,好,咱们往下拉 在这个地方呢,官方呢,对于这个屏幕的大小给咱们分成了四类 咱们看一下,第一个呢是小型手机 第二个是平板电脑,第三个是一般的电脑 第四个是大型显示器 那么咱们在做网页设计布局的时候呢 只要对于这四种类型进行分别的布局设计,其实就可以了 另外还有一种关于隐藏的标记 稍后我也给大家展示出来 好,咱们打开今天的模板文件 首先今天的模板文件呢 其实是和上一期的模板文件是一样的 分为头部脚部以及中间的部分 中间部分又是分为左中右 咱们先看一下实际的显示出来的效果 好,在这个效果中呢 是一般的PC电脑所显示出来的效果 咱们现在变动浏览器的大小 咱们大家注意看 页面的布局发生了变化 好,到现在为止呢 大家看到页面的布局已经发生了变化 中间的内容部分呢 由左中右已经变成了上中下 这个就是说咱们的这个网页 在手机看的时候呢 是现在这个显示的内容 那么好 那么我们要现在开始呢 就要根据这个手机和PC不同的屏幕大小 来做不同的显示 我们现在来做一下实际的编码 让大家看一下 好,在这里呢 我想对小屏幕手机进行一个定制 我想把左边菜单栏和主要内容 在小屏幕手机上显示在一行 然后呢宽度各占六列 让右边菜单单独占一行 宽度呢设成十二列 咱们实际看一下这个的效果 好,大家注意XS代表小屏幕的手机 设成十二列 好,咱们运行看一下效果 浏览器正在启动 好,启动起来了 咱们拉动浏览器的屏幕大小 来注意看 好,大家注意看 左边菜单和主要内容 已经在小屏幕的时候 跑到了一行去 然后呢各占屏幕宽度的50% 右边菜单呢 跑到一个新行去 占屏幕的100% 这个呢和咱们预想的样子是一样的 然后再拉大的话呢 又回到PC显示模式 OK 接下来咱们再展示另外一个效果 就是说在小屏幕手机的时候呢 我想把右边菜单隐藏起来 那么咱们在这个地方呢会用到Hidden属性 然后再加上XS 就是说小屏幕隐藏属性 好,咱们直接运行一下 看看效果怎么样 有一点慢 好,出来了 咱们现在呢脱统浏览器的大小 请大家注意看右边菜单是否消失 OK,消失了 也就是说呢 刚才的显示效果并不变得 基础上呢 右边的菜单已经消失了 而左边菜单和主要内容呢 还留在屏幕上 各占50%空间 大家想一想 像这样的效果 如果咱们不用Budelstrap框架 而自己手工编码的话 竟是多么的麻烦 好,以上呢 就是我给大家今天介绍的主要内容 今天的代码呢 已经放到了客源中国上 请大家随时下载参照 好,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 拜拜